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年纪越大 越害怕孤独 丧偶老人更是如此 于是有很多的丧偶老人 他们为了排遣孤独和寂寞 就想找个人搭伙的方式 那么 找到一个经济条件好的老伴 晚年就能过上好日子吗 我们一起往下看 60岁孙女士的字数 我今年60岁了 早年间我有着很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温柔的老伴 还有一个孝顺的儿子 身边人都很羡慕我 觉得我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老伴性格好 对我很包容 结婚这么多年 他都一如既往地宠爱我 他不仅对感情专一 对家庭也很有责任感 自从儿子出生后 他就更加努力工作了 不管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事 他都不会把情绪带到家里来 身边的姐妹都夸我命好 找了个好老公 后来 儿子成家立业了 我和老伴也终于到了退休的年纪 我们计划着退休了就买一辆车 拿着退休金出去旅游 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望 老伴还去考了驾驶证 就在我们憧憬着未来的时候 意外却悄悄来临 刚退休第一年 老伴就病倒了 配合治疗半年后 他还是走了 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 应该对生老病死 看得很淡才对 但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还是接受不了 还好我身边 有很多善良的亲戚朋友 他们一直安慰我 同时 我的儿子也希望我能去城里 帮他带孙子 这样儿媳就能去上班了 我心想 去城里散散心也好 每天和亲人待在一起 也许就能忘记这份伤痛了 于是我便收拾好东西去了城里 本来我还挺期待的 心想 除了照顾孙子和做家务以外 我还是挺自由的 其实就相当于在儿子家养老 可当我真的去了才发现 去儿子家养老并不轻松 每天都特别辛苦 还不如我一个人住的自在 不仅要伺候他们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 还要看儿媳的脸色 过得简直还不如一个保姆 刚开始儿媳对我还算客气 可后来也许是跟我熟悉了 便开始对我各种挑毛病 不是说我饭做的不好吃 就是说我不讲卫生 儿子也从来不为我说话 我在这个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 过得实在是太压抑了 后来孙子上了小学 我便找了个借口回老家去了 我想了一下 我一个月有四千块钱的退休金 就算儿子不管我 我也能勉强度日 以后我也不会再去儿子家里了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不会再做 还不如一个人在老家 虽然孤独了点 至少不用看人脸色 也没有那么累 回到老家后 我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 可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我有了新的养老想法 那天下着小雨 我去超市买菜 没想到在下楼梯的时候 不小心滑倒了 这一摔把我摔到了医院 医生告诉我 扭伤了 要在家静养一段时间 我回到家后 因为腿脚不便 连做饭都做不了 只能靠邻居给我送点吃的 我是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虽然很感激邻居 但又觉得很愧疚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有了找个搭伙老伴的想法 我年纪大了 以后身体肯定一天不如一天 这次有邻居帮忙 那下次呢 我还能厚着脸皮 接受别人的帮助吗 所以 找个老伴 互相帮衬着养老 这才是最好的养老方式 不然 上了年纪 身边没个人 还真不行 在朋友的牵线搭桥下 我认识了老张 我相亲了好几个 就看上了老张 因为他和我老伴一样 性格温柔 为人处事 还很冷静 不会乱发脾气 最重要的一点是 老张经济条件不错 不仅在市区有房 还有两套门店 一个月租金就有五千 这就意味着 和老张在一起后 经济问题 是不需要我操心的 半年后 我和老张确认了关系 我们三观挺合的 接触这么久 从未抄过价 别看老张有钱 但从不摆谱 非常在意我的感受 绝对不会因为 我经济不如 他就看不起我 除此之外 老张这个人 还非常懂浪漫 时常送我一些礼物 和他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 在我要搬到 老张家里之前 老张叮嘱我 小孙啊 我这个人 不会做家务 所以希望你以后 能做一个贤妻良母 家务就要麻烦你了 不过 我也不会让你吃亏的 以后我每个月 给你五千块钱的生活费 除去我们日常生活外 剩下的钱 你可以随意支配 我绝对不干涉 我听了后还挺开心的 我心想 两个老人 一个月能花几个钱 最多三千了不起了 那剩下两千块钱 我就能当做零花钱 这简直就是白给钱 老张也太大方了吧 可当我真的和老张 住在一起后 我才发现 没那么简单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老张根本没有那么大方 他所说的一切 都是有他的计谋的 自从我到了老张家里 他就成了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主人 而我就像一个仆人一样 每天不是买菜做饭 就是扫地洗衣 好不容易闲下来了 我心想 坐着休息一会儿吧 老张就有吩咐 新的事情让我做 我都怀疑老张 是不是故意的 不然怎么会 一点休息时间 都没留给我呢 别看老张一个月 给我五千块钱 可每个月都不够花 我甚至还要倒贴 自己的退休金 这是真的 绝对没有撒谎 钱到底花到了哪里 且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就是他的三个子女 都住在附近 所以每个周末 他们都会回来吃饭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还都带着儿媳女婿 和孙子 老张说了 绝对不能怠慢了他的家人 不然我就不是合格的老伴 他的子女 也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 于是 每个周末 我都要买好的食材 鸡鸭鱼肉不够 还要买他们爱吃的海鲜 一大家子十口人 可想而知 要花多少钱买菜 他们吃完饭 擦擦嘴就走了 我就要收拾客厅和厨房 还要洗碗 每次饭菜都吃不完 我和老张 就要吃一个星期的剩饭剩菜 好不容易吃完了剩饭 他们又要来吃饭了 就这样恶性循环 天天吃剩菜 真是遭罪 老张的子女过来也就罢了 老张还总喜欢带一群老友回家吃饭 我跟他说过好几次 想要宴请朋友 就去餐馆 不要把那么多朋友都往家里带 我也上了年纪 做那么多菜 我也累呀 可老张却说 带朋友去餐馆 是不尊重他们的表现 真正的朋友 就应该来家里吃饭 这也是表达对他们的重视 老张总是这样 一嘴的歪理 我还找不到话反驳 朋友来了 好烟好酒肯定少不了 还要买不少食材 就老张喝的酒 动辄就几百上千 加上平时所有的日用品 都是我买的 这五千块钱是真的不经花 经常一个月不到 就已经花完了 我再找老张要钱 老张就会说 我不是给了你那么多钱吗 怎么这么快就花完了 我真是欲哭无泪 他是不当家 不知柴米油盐贵呀 家里那么多花销 他还要喝好茶 买老年保健品 这笔钱肯定就不够用了 本以为我找了个老伴 晚年就不用再省吃俭用了 没想到 现在过得比以前还苦 连件衣服都舍不得买 如今我真是无时无刻想和老张分手 可一想到亲戚和我的儿子 都知道我和老张在一起 要是分手了 我这老脸往哪搁呀 真是纠结 人到晚年 日子越简单才会越幸福 想要的越多 越容易得到一地鸡毛 生命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人到晚年 与其计较各种利益 带着各种算计的过日子 不如打开彼此的心扉 简单点过 找老伴本来就是找精神上的寄托 情感上的依赖 而不是给生活找麻烦 设置的条件越高 越不容易找个合自己心意的老伴 人无完人 谁都有缺点 谁都有优点 重要的是 抓住自己最想要的 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